用网子把鱼捞上岸 每条都看起来很肥美 可是却让养殖业者超无奈 因为这些全都不能卖 都已经死亡腐烂 只能拿去掩埋 装了好几项的鲤鱼将近有两三千只 死亡近九成 养殖业者出股损失将近三千万元 有着国民鱼之称的海鲤 是澎湖养殖主力之一的鱼种 因为油脂丰富 成长期短 养不到一年就可以卖 很多渔民都愿意养殖 不过这类鱼种只要低于水温14度以下 就没有办法进食容易死亡 连续快两周的寒冷天气 真的冻不掉 澎湖沿海出现寒海 随着天气回暖 西雨乡竹湾村 相往养殖传出灾情 把汤汁淋在料理上 能煎能炒又能煮汤 鲤鱼料理白白种 而去年在澎湖还卖了500顿 将近有两亿的产值 今年却碰到寒海 损失惨重也让渔民有苦难言 TVBS新闻城镇里卢澎湖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